农村小哥剪石头 这块水晶之前剪的时候 旁边这个地方就破了很多个口啊 然后这些全部破掉了 这边破了一个比较大的口 可以看到里面有一点点那种玛瑙纹 本来这个石头如果没破的话 可以当一个摆件 因为这里有纹理嘛 但是它已经破了 我也不想给它留着当摆件了 而且这种石头我也没切过 也不知道切开它里面到底怎么样 所以今天呢就想拿一个来切一下 看一下切开它里面 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它这个外表有玛瑙纹 然后这个皮这个地方有一些小小的 有点像那个眼睛的啊 它这种属于一种管转 这种石头切开的话 主要看它里面的水晶体啊 如果是比较机密的话 它也可以打磨抛光 如果太松散了就不可以 这个石头拿着也蛮重的 也不知道它里面会不会出现 那个水晶洞 好 我们给它切上一刀 看一下到底怎么样 好 刚给它切了一刀下来 我们现在来打开看一下啊 来那位 刚才一刀下去 没吃了一瞬间啊 哇塞 这里面出现了一个图案 中间还有一些泥巴 它以前是一个空洞嘛 形成的时候 这个泥土一直就残留在里面啊 如果这个泥土是没有的话 它可能会形成一个水档 就是说它里面装的是水 就不是泥 这旁边有一圈玛瑙纹 这个晶体还是有一点点细啊 不是很粗了 然后这些有点像一些花朵啊 好几朵 我们把这个泥给它挖一下吧 有点硬 用水给它冲一下 我们看一下 里面有那个尖尖的 就是那个水晶颗粒了 这里是一个水晶洞 虽然说这个石头已经把它切开了 但是还是可以用来当一个摆件啊 两边都给它搞干净 给它摆起来 农村小哥剪石头 感谢你的收看小哥的视频了